西华集团创立的西华饭店 靠近松山机场敦北商圈 去年才刚砸下6000多万重金翻修客房 也是台北第一间抗议换装饭店 如今却传出即将洗灯的消息 成立32年的台北西华饭店 即将在明年2月15号吹洗灯号 西华饭店坐落在台北金融商业区的精华地段 内部拥有320间客房 曾经接过知名政要 包括英国前首相财奇尔夫人 曾经于1992年还有1996年两度下榻 还有篮球明星姚明 2007年来台入驻西华饭店 同样也是入驻在这的 还有韩国超人气男团Shiny 看出来西华饭店因为位处金华地区 所以为台北所有饭店之冠 不过这个月30号饭店发出官方声明 表示要结束营业 未来饭店可能改建成豪宅 这也意味着32年西华老字号品牌 即将走入改建历史 让许多民众大感不舍